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号发布声明表示,取消所有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政策自我施加的限制,对于美国国务院先前以国务卿的名义授权发布的所有关于台湾的联系准则,行政机构现在都可视为无效。 蓬佩奥指出,过去数十年,国务院针对美国外交官、机构职员与其他的官员们发展一套与台湾交流时,繁杂的内部限制,美国政府将不再为了安抚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单方面采取这些限制。 台湾的总统府表示感谢,而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11号受访指出,这是台美关系提升的大事情。 据报道,蓬佩奥声明解除的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对台交往准则行政备忘录,包括禁止驻美代表处人员进入国务院大楼。 禁止台湾在双向元升旗,美国政府机构内也不得展示中华民国国旗。 针对这项发展,中国外交部照例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前中华民国驻美代表陈建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以前的限制本来就是不合理了,但是他们要这样做我们也无可奈何,现在他们要解除,当然我们很高兴。 这个不过他在他要下台之前这样做,到底他的考量是什么? 是不是单纯的为了改善对台关系,还是因为他要进一步的来刺激中国大陆,还有他自己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最关心的大概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可以延续多少。 台湾在野党表达乐见,但存有怀疑,有令人士称是礼物,有蓝营人士则讽刺是炸弹。 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因为是民进党执政,那老共就跳脚。 就我觉得蓝营的人跟着共产党起舞,我觉得是非常可耻的,我必须坦白讲。 从马总统时代,这是一直在进行的过程。 另有评论认为,特朗普卸任前,取消对台限制是丢难提给拜登政府,拜登政府或许会推翻决定。 丁树范则认为。 某种程度他其实帮拜登解决了未来台湾跟美国来往一些关系的门,我觉得是这样的。 只要把脏酸在川普当中就好了。 第一个,他并没有违反一中嘛,因为蓬佩奥讲的是什么自由中国啊,经过AIT嘛。 当然北京可以说,蓬佩奥在逐渐的改变一中,用这种金吞蚕食的方式,这个叫切香肠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讲。 所以北京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在看嘛,他并没有采取任何一些很激烈的动作。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宇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也认为美国取消对台交往限制并没有违反美国长期执行的一中政策。 郭宇仁分析,美方此时取消对台限制具有五项战略意涵, 一是试探中国的底线,一是提升台湾的重要性。 郭宇仁说, 在过去三年,中共其实对香港就是所谓的切香肠的策略是成功奏效。 香港现在几乎抵抗意志已经完全丧失了。 所以蓬佩奥的这个宣布,换句话来说是在警告中共, 就是用对台湾采取这种切香肠的策略, 美国是不可能做事不理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李宗翰,台北报道。 蓬佩奥上周六宣布取消实行了数十年的委台官员交往限制后, 中国官方反映省智, 不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继本周日在社评中批评蓬佩奥丧心病狂之后, 周一的社评更为激烈, 指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最后的时间加紧出台访华措施, 这届美国政府的任期只剩下十天, 但对中美关系来说, 这很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十天, 还称中国必须坚决打击这帮破坏者。 北京独立学者赵志刚本周一介绍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这可是美中建交四十多年来美国抛出的一枚重磅炸弹。 特朗普在卸认前, 一方面他可能是要给下一届政府有一些比较难收拾的一个摊子吧, 然后另外一个他可能通过这个方式显示一下自己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态度,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美台关系向前走了一步。 然而最近两天, 中国官媒用丧心病狂, 脱缰野马, 极限挑战以及落水狗等情绪化词汇, 谩骂特朗普和蓬佩奥, 还时指蓬佩奥针对台湾问题发动突击是不自量力, 要把最后十天的斗争变成中国大陆, 向美台双方划清底线, 展示他们装现严重后果的力威过程。 赵志刚认为美国的这一步有点迟。 比较晚, 这一步走得比较晚, 期前几个月可能会效果更好。 中共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拖着不离, 反正你也还有十一天就下台了, 直接对台湾进行实质性的打压, 这种可能性不大。 通过外交部呢, 给一个所谓的措辞强烈的一个反应, 再通过下一届政府的一个谈判, 然后想办法消逼这个政策。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有,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蓬佩奥一方面是在政权交接着十天内, 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更疯狂之举? 另一方面是未来拜登政府对执政政策如何执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认为, 蓬佩奥有意将美台交往机制化, 而眼下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更高级官员访台的可能性。 关注美中关系的商人张慎齐认为, 特朗普此举也是报复北京干涉美国总统选举, 还有一种可能是, 现在给拜登埋下一个伏笔, 就是定下一个中美和台湾外交方面的一个新格局。 这也是特朗普的高兵之处,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认为北京可能不会保复。 北京现在是给予跟美国能够恢复关系, 这些经济啊, 科技这些方面的往来的恢复。 张慎齐说, 如果要北京和台湾之间做选择, 那么中国首先考虑本土的利益, 因为历经美中贸易战外资撤离以及武汉肺炎之后, 目前的中国经济处于近20年最差的时候。 如果说在这些方面, 哪一个台湾让人就必须做出选择的话, 他应该还是先雇自己吧, 他要是有那个攻台的勇气早就雇了。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韦, 10日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否认这是政府执政末期仓促作出的决定。 上周四, 蓬佩奥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在本周访问台湾, 遭到中国外交部激烈批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蓬佩奥在声明中提到, 几十年来, 美国国务院制定了外交官、 公务员以及其他的官员与台湾互动的复杂内部规范, 美国政府采取这些行动是单方面的想要安抚北京, 但是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前美国在台协会的副处长, 也是前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葛天豪, 接受采访时语重心详地说, 台湾是美国民主积极的合作伙伴, 但是这个声明更像是纸上谈兵, 是特朗普政府与总统当选人拜登两阵营之间正在进行的博弈。 他说, 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界定特朗普政府的态度, 并与拜登政府在此议题上进行对抗, 使拜登政府要么遵循蓬佩奥宣布的政策, 要么拜登政府必须说明为什么要更改。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针对美台关系的策略, 目前外界人物理看花, 不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执行长肖良琪仍抱持乐观的态度, 他在回复本台查询的信件中提到, 若拜登政府全盘取代或是否决此项的收定, 将会受到公众审查, 甚至付出政治代价。 即将上任的政府甚至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取消不必要的限制, 此举让新任政府可以更自由地调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曾经担任国防部官员, 是现在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的主席薛瑞福, 在10日发声明表示, 美方早就应该这么做。 他写道, 美国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之后, 即奉行台湾关心法、美中三公报, 以及对台六项保证为依据的一中政策。 国务院多年来也以复杂的对台交往准则, 限制美台官员的往来。 长期以来,北京当局否定台北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的尝试, 在蓬佩奥发表声明的隔天,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急发社评, 努批蓬佩奥丧心病狂。 并指若蓬佩奥在正期结束之前访台的话, 北京的反应将是排山倒海式的。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就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回应, 蓬佩奥本星期并没有访问台湾的计划, 但是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 过去虽有国务院的对台限制, 但是美台双方的交流并未因此中断, 今年来更是有升温的趋势。 除了蓬佩奥上周宣布,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即将访问台湾之外, 在去年已经有两位高官访台, 曾经不断地突破。 美国国会在去年底通过的台湾保证法, 包含了检视国务院对台交往准则。 对此,中议院外委会的共和党首席议员麦卡尔也发表声明, 赞许美国国务院根据此法, 迅速检视美台关系中过时的繁文入节。 他在声明中说, 现在是时候来消除这种不必要的官僚主义, 以便我们加深与台湾的联系, 并帮助他们抵抗中共发动的边缘化台湾的运动。 除了麦考尔之外, 包含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国会台湾联系的共同主席迪玛里, 联邦参议员史考特皆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赞赏, 称这是强化美台关系的友谊重要步骤。 台湾是美国对抗共产中国侵略的伟大盟友和伙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号才宣布驻联合国大使将访问台湾, 8号他又在推特发布一张美联社所拍摄, 全部武装的中华民国国军女炮兵成排握拳的姿态, 并写道,我们始终和我们的朋友台湾站在一起, 特朗普政府过去三年军售台湾超过150亿美元, 奥巴马政府呢,八年140亿美元, 文末他还标签要各界算算数吧。 台湾陆军退役少将于北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相当认同蓬佩奥的说法。 我们台湾的军售长期以来就是受到这个对岸中国的一个抗议跟打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我们在防卫作战上需求的武器, 那奥巴马政府实在说句实话, 消息给我们的大概都是像直升机啊, 这些比较属于防卫性出不了台海的一些武器。 于北辰还提到, 过去军售都是台湾主动提出美国被动核定, 特朗普政府做了很大的改变, 他根据台湾的汉光演习的军事需求, 主动提出看台湾需不需要哪些装备, 加速了军售的程序, 提供的装备程式也比较新, 这对国军来说是很庆幸的。 于北辰分析, 最主要特朗普售台MQ-9B海上卫式无人机能够飞行到海峡中线之后, 明确标定对岸所有重要武器装备设施位置, 再加上特朗普售台暗置鱼叉飞弹和射程长达250公里以上的汉马斯火箭系统, 国军就可研判解放军事进行演习或是有犯台的可能已做出反制。 那这就变成主动, 就颠覆了以往说一定要是对方的飞弹发射, 然后我们躲到山洞躲到山里面去, 台湾的百姓必须要扛得住解放军的第一级, 然后我们才可以反击, 那就是这一次的做法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它第一, 只要你有蠢动想要对我攻击的机会的时候, 我会至极极限。 不过台湾内部对于特朗普任内火速签署十字军售, 也引发质疑的声浪, 认为买这么多强大的武器会令中共不高兴加强对台侵犯的几率, 但是于北辰则不予苟同。 这就是把你自己的安全放在敌人的人识上, 那我觉得这是个失败主义, 敌人今天比较仁慈,他不打你, 那哪天他要打你的时候,你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对于台湾有不少人与美国的特朗普粉丝, 呼应主张选举无效,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在脸书解析, 台湾某些人入戏的程度也实在很罕见, 但是这也显示过去美国正常总统带给台湾人民的感受, 以及特朗普政府四年期间台美关系, 给人如梦一般的感觉, 应该要正视这个情绪所代表的意义。 赖宜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过去美国政府呼应中国对台湾的压力, 而不是在抵抗中国的压力。 当台湾的人民认为说要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所发现的却是号称支持自由民主的美国, 却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利上的选择给予非常多的刑制, 而且是要求台湾的人民还是需要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限制。 相对来讲, 美国跟独裁中国之间的关系却可以建立战略伙伴。 赖宜中说, 直到特朗普上台对中国政策提出全面的检讨批判, 根本性翻转台湾民主被视为美国重要的资产, 美国对台湾的说法改为台湾是成功故事, 是良善力量, 是美国坚定的盟友。 在中国恫吓台湾而其他国家不说话时, 白宫会出声说这是欧威尔市的胡扯。 当中国辽宁号山东号双航母在台湾周边要舞扬威时, 特朗普政府会有军舰与军机到附近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当中国持续背革台湾的国际参与, 拔除台湾的邦交国时, 特朗普政府会下令他在其他国家的大使在双边关系上主动帮台湾战胜, 更不要提奥巴马八年不卖台湾任何一架的F-16CD。 而特朗普政府则是直接卖升级版的F-16V给台湾。 所以说这是台湾人民对于川普政府本身的一个很有很强烈的亲近感。 那也因此很自然而然在这个选举里面会希望川普他能够得到连任, 因为会期待过去的四年如梦一般的台美关系能够获得持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在民进党总统蔡英文主政之后, 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于门外, 监察委员林文成上月28号巡查行政院追究为何马英九时期台湾能够参加, 背后是否有密约? 林文成指出,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的秘密备忘录规定中国台湾为名称, 而台湾医疗公卫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所举办的技术会议以及活动, 必须由世卫秘书处转交中国卫生部审核, 以及决定是否同意, 而且必须以个人的身份出席, 层级要在处长以下等, 这些都严重伤害台湾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林文成指出, 台湾政府和友邦虽然自1997年起就争取加入世卫组织, 但是世卫都以一个中国为由拒绝台湾入会。 2009年到2016年之间, 台湾皆以中华台北民意和观察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年会, 而且代表团团长可以获得10分钟发表谈话的机会, 但是没有投票权。 林文成指一, 当时政府是否做出重大的让步, 以换取北京的同意, 行政院应该要追查两岸政治协商的详细情形并追究责任。 对此, 马英九受访表示, 这不只是蔡总统人类, 从李登辉总统, 陈志炳总统, 到我, 到蔡英文总统都在用中华台北。 我不知道林文成委员要说哪一位是上权入国。 对于马英九的说法, 林文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反驳说, 我的发言里面提到说, 这个用中华台北是不是适当的问题, 对不对的问题, 这个不是我发言的内容, 我问的就是要去问, 就是说, 当年台海两岸协商, 政府为什么对这个协商的内容把它当成机密, 而且从来没有公开, 那这个外界有所足以说, 当年谈判可能是牺牲台湾的此权, 所以我问的内容就是说, 秘密协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8号采访马英九任内, 首次获邀以观察员身份, 出席日内瓦世卫大会的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针对监委质疑的密约说一事如何看待, 叶金川说, 我不知道啊, 会这么久的事情, 我们完全没有接触啊, 所以我不知道。 在会中, 那观察员是用什么名称? 就是观察员, 就是署长啊, 叶金川所讲的。 那是用中国台北吗? 还是用…… 中国台北, 对啊。 那有讲说China comma什么中国意思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典率团出席世卫大会的时任卫生署长杨志良, 8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也表示, 不知道有什么密约说, 详情要问国安会, 杨志良说。 我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于马正子, 是不是跟中国大陆有什么? 我演讲的时候, 就第一句讲是, 我是代表China Taipei, 大会应该是这样的邀请, 那我再接下去全部用台湾, 就讲台湾, 那他们也没有人抗议, 也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杨志良表示, 当时他和梵蒂冈都属于观察员, 桌上的牌子和大会介绍都是用China Taipei, 杨志良提到, 当时在日内瓦, 他还跟好几个国家的卫生部长交流, 另外也跟卫生署的衣检药品等方面的同仁, 和中国的卫生部长陈竹, 副部长黄杰夫开会, 气氛不错, 而且他回到台湾, 对岸就派了黄杰夫到台湾来讨论两岸怎么合作。 对于监委要求调查,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8号表示, 中国政府与WHO在2005年签订的秘密备忘录, 我们所持的一贯立场是, 不承认, 不接受, 不配合, 因为这个秘密的MOU的 签订从来没有与我方进行协商, 我国政府已经多次的公开声明, 我们绝对不会接受WHO任何矮化跟贬损我国的相关安排, 外交部尊重监察委员的职权, 我们会充分的配合调查, 要求取消这个严重审害我国参与WHO的秘密备忘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 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 2020年的两岸关系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 台湾总统及立委选举, 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导致两岸关系, 形势更加严峻难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谈话中, 除了防疫战略外, 针对两岸关系, 习近平直言, 2021年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维护台海发展。 尽管他没有直接说反对台独, 但也能解读成, 对台政策只会越来越强硬。 台湾总统蔡英文元旦则回应, 新的一年两岸关系上, 她重申, 面对两岸关系, 我们不会冒际, 也会坚守原则, 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 改善两岸关系, 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毅力的对话。 等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时, 我们也期待两岸人民会逐步恢复正常有序的交流, 增加理解, 减少误解。 出力两岸书, 我一贯的原则, 就是共同讨论, 找出方法, 证实解决问题。 蔡总统这番谈话, 基本上延续去年总统慎选演说, 520连任就职讲话, 以及双十国庆谈话等温和稳健的基调。 接下来, 让我们听听1月2日播出的台湾政论节目, 环宇全世界主持人陈永康与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问答之间是如何来解读两岸领导人这番新年讲话。 我个人的直觉, 简单的说, 就在美国政权快要轮替的时候, 双方不希望在美国新任总统上台之前, 在两岸中间制造更多的怀疑或者是危局。 那么大家暂时有一点休兵的状态, 等待。 但是国台判讲说, 除了九二共识的基础之外, 别无他路。 那领导人讲是你刚刚讲的, 没有那些比较台独反对或者是统一的字眼。 当然, 真正的贞结大家都很清楚嘛, 两岸没有政治互信基础, 所以就没有办法恢复官方的交流跟对谈。 这个东西并没有改变, 我讲的是说原则没有变, 基本的底线思维没有变, 只是说也许是在美国新任总统, 快要就职的时候, 大家暂时先不把丑话, 把难听的话讲在前面, 稍微缓和一点点, 但并不表示海峡两岸, 包括台湾在内有任何原则性的底线, 有任何退让。 这也就让我们再去观察, 赛总统的元旦讲话的时候, 你就有两种心情嘛, 一个是普遍的心情, 就是说因为原本的原则问题, 政治分歧的基础, 没有任何变动, 所以这些讲话它不会发生作用, 有想的没讲一样的意思,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少部分的人就为了两岸关系, 希望两岸关系好, 就会去挑剪中间的一些字眼, 来做比较正面的去解读, 可是即使是正面的解读, 大家心知肚明, 真正了解两岸关系, 目前的本质问题的话, 底线没有变, 但分为想稍微好一点, 也跟白宫范人有关系, 对,可是中间的行动, 这些其他的都没有变, 不会少, 不会少,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 2020两岸关系, 专研此一领域的台湾文化大学, 社科院前院长, 邵宗海认为, 首先不能忽略习近平在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此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要大家来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的看法, 这不但是中共历届领导人里第一位提到这个建议的人, 也应该是北京对台立场已有了突破的方向, 他在讲话中提到了推进政治谈判, 实际上已将两岸谈判的时程推进到政治议题商讨的阶段, 但现阶段来看, 的确是非常具有政治意义, 邵宗海指出, 习近平在谈话里也一直提醒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 共义统一, 说起来两岸长期的争执就在于政治定位与对政治体制的看法的歧义, 如何在平等协商下解决, 而这个发展趋势也引导了2020年, 两岸关系的走向, 邵宗海说, 纵观蔡英文在2020年几次重大演说中, 确实一直没有提到九二共识这四个字, 当然他也就没能够缓和这一年两岸紧张的情势, 在2020年第一天的元旦文告里, 蔡英文一开口就强调说, 我们很明确的告诉全世界, 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 1月11日他以871万票放选连任, 可是当我们锁定在蔡英文连任看两岸政策这个主题时, 就会发现蔡英文确实持续在使用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未经宪法核定的国民, 而且企图采用这个有凸显台湾主权的称号来取代中华民国, 说穿了蔡英文内心追求台湾主权独立的心意, 到此为止始终没有改变, 再加上蔡英文说, 这三年多来政府谨守着主权的底线, 也愿意和中国维持健康的交往, 这应该是他特别把北京最为敏感的谨守主权底线一词放在政策前提, 同时他又说得非常清楚, 要台湾在主权上让步吞下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是不可能的事。 即使到了2020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文告, 这应该是蔡英文2020年最后一次的重要演讲, 针对着近期两岸之间, 因为中国扩大军演以及对岸军机已经习为以偿的穿越海峡中线, 蔡英文虽然提出保证我们不会冒进, 也会坚守原则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 但又特别注明这不是台湾单方面可以承担的, 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再再凸显出蔡英文柔中也带应的语气。 当然,蔡英文如此咄咄逼人来回应北京有关两制台湾方案, 以及两岸最终和平统一的建议时, 两岸关系自然充满了紧张情势, 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再来,新冠病毒的疫情更加拉大了两岸民间感情的差距。 邵中海回顾称, 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爆发之初, 两岸曾经因为口罩问题,台湾是否援助, 中国大陆口罩问题说过一些伤到彼此感情的非理性语言, 这当然是无助于彼此疫情的控制或减缓, 但不可否认的政治考虑或互相仇恨等因素影响下, 两岸不但合作的可能性破局, 而且更增添了彼此戒麻奴章的局势, 使得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破口。 更令人焦虑的是, 一段复杂国际关系的运作牵扯到台湾一直想走出外交困局, 但也会引发两岸之间的对抗情势。 外界注意到过去一年中, 两岸也不断地展开所谓的口罩外交, 或者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各自对抗议成果。 两岸关系始终也脱离不了美国因素, 小中海表示去年美国在两岸关系的负面发展上一直在推坡树栏, 他注意到在2020年美国对台湾没有说出独立的两国论走向, 特别在特朗普时代的确不在完全的阻止。 在美方暗许下, 台湾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讨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驻美代表处也跟进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同时, 美国众议院3月4日高调通过台北法案, 至于参议院则是早在2019年10月就通过了这项法案。 接着,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8月9日率团抵达台湾, 美国在台协委的新闻稿, 当时特别表示, 阿扎尔是最近6年来首次访问台湾的美国现任部长, 也是自美台1979年断交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 蔡英文之后在召开的记者会上也说, 此时此刻台美关系达到了数十年来最好的状态, 甚至对台美的贸易谈判都乐观其成, 这是对台湾经贸发展最好的时机。 自从蔡英文2016年上任迄今, 美国对台军售总共7次, 不过所透露的总价约132.7亿美元。 接着10月21日, 美国又一次性的宣布了三笔对台军售案, 邵中海就此说, 不妨再审视一下这些法案和军售的通过背景, 会发现表象上是有利于台湾, 但实际上是反中情绪的根深蒂固, 而且是最终利益归于美国。 两岸关系恶化虽然引发了对抗, 但目前尚没有看到迈向两岸军事的对抗。 自从中国2005年制定反分裂国家法之后, 为了加速两岸统一, 新年北京是否会推出国家统一法, 来结束纷扰的两岸关系, 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 以及您的收听, 下次节目再会。 港媒亚洲周刊近期的封面报道, 让台湾总统蔡英文穿上龙袍, 并引述民进党党内人士如创党元老张俊宏, 前副总统吕秀莲等人对时政的批评, 来奉斥蔡英文是民选独裁, 报道一出顺时在台湾引发蓝绿阵营间的口水大战, 受访的民进党内批评言是称蔡政府越来越像戒严时期的国民党, 他们说从中天电视台被关台事件, 台湾开放含有瘦漏金, 莱克都巴胺治美国猪肉的决策过程, 到反对莱猪开放的医生, 因为部分说法经卫生机构认定为不实资讯, 而遭警察约谈, 都让蔡英文变成新威权主义的领袖, 强调全面执政, 但却变成民选皇帝, 批评人士痛斥蔡总统行政专段, 立法为诺, 司法应声。 任何周刊的言辞批评, 六亿人士包括民进党发言人严洛方哲反驳, 该报道与其他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完全背道而驰, 并称亚洲周刊为争议媒体, 不仅立场亲共, 专为北京政府喉舌, 毫无评论的价值, 而亚洲周刊不堪遭抹红, 则多次发表声明反驳, 并加码推出张俊宏的二度专访, 她批评蔡英文为威权复辟, 青出于蓝胜于蓝。 亚洲周刊是全球第一个将来自被誉为民主灯塔台湾的蔡英文, 龙袍加深的媒体, 其报道是争知灼见, 还是血液公结, 部分学者说留待读者去公评, 不过该周刊封面的批图手法并非原创, 也再次提醒两岸三地的读者, 在国际主流媒体中, 最常被龙袍加深嘲讽的亚洲领导人, 其实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包括经济学院杂志, 早于2013年就让手握大权唱谈中国幕的习近平身披黄袍登上封面, 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宪, 将其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取消时, 诸多国际传媒包括CNN都曾经提出质疑, 这个习皇帝是否要将中国从一党独大更进步, 推向一人独大的强人政权呢? 而近期还有法媒新观察家也于去年中国十一国庆前, 推出中国永恒王朝成近两千年的权力特辑, 让习近平以穿龙袍做皇位之姿跃上封面, 于是乎亚洲周刊的报道意外让习近平成为对照主, 前国民党发言人现为草协联盟发起人李正浩, 近日就透过脸书发文大酸亚洲周刊, 他写道,媒体要证明自己是个独立, 有批判性的媒体,是靠报道, 如果亚洲周刊敢出一个习近平穿龙袍的封面, 内文批判习近平破坏香港民主法治, 虐杀新疆维吾尔族, 军事占领西藏, 试图同化内蒙的诸托行为, 李正浩说他就会立刻订阅每天拜读, 搜寻亚洲周刊脸书账号近期有关习近平的报道, 大多只见吹捧文字, 例如2020年11月, 该周刊形容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和习近平有独特的缘分, 2020年10月报道称, 习近平南下广东考察调研, 给深圳提供的比直辖市更大的施政空间, 为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赋能, 还有习近平抗议成功, 声望升至新高。 另外该周刊于2018年5月, 称习近平被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 习式外交布局深化, 元首外交, 党政外交等组合权精彩分成, 唯独2014年9月到2016年3月间, 好几幅王景松所绘制的漫画, 分别提为习近平指挥下的中国媒体, 习近平裁军, 和习近平以邓小平为师等, 似乎都隐晦的暗讽习近平主政下, 前置新闻和言论自由, 独裁专制, 且不受外国元首待见的领导风格和处境。 亚洲周刊勇于站在蔡英文政权的对立面, 证明了该刊物绝非绿媒, 但其对习近平的点评, 甚至追随中国官媒将香港警察封为2019年风云人物的作风, 勇于站在中国和香港政府的权力对立面的吗? 证明自己不是红媒了吗? 这是很多台湾人士提出的质问。 香港资深出版人袁存沟, 以书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亚洲周刊已经是中共编制外的喉舌, 他们一直在做左媒做不到的事, 因为左媒太明火执障, 亚洲周刊还有仅于的一点欺骗性。 他说在香港的中文传媒中, 左媒指的是像文汇报、大公报或者是商报等重属于中联办的官媒, 先例像是星岛日报、经济日报、信报、 甚至民报也有不同程度的靠拢中共, 只有城报是艺术, 而商人离志英所创办的苹果日报则是硕果仅存的独立报, 以及少数几家网媒也仍保有新闻工作者的气节。 严纯沟于中国文革时期曾任红卫兵同目, 今年发表学与华年长篇小说, 回首50年前的过去, 并以自身经历刻画红卫兵对立派系间的文攻武卫, 针对亚洲周刊给蔡英文的负评, 严纯沟说其目的只是要诋毁台湾的民主制度而已。 他说像台湾和美国一样的民主社会, 有内部矛盾,有什么奇怪吗? 但在香港警察暴打和平示威的市民, 滥捕滥判,你有见过台湾警察打市民吗? 有见过蔡英文政府滥捕滥告台湾人吗? 在台湾普通民众可以骂蔡英文, 在大陆一般老百姓敢骂习近平吗? 谁更像皇帝,不是一目了然。 来自中国,现在追逐在东台湾花莲的公民记者佐拉,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 亚洲周刊是迫于政治压力, 对台湾的政治生态进行丑化。 他认为该周刊曾有的独立性和说真话的风骨, 已经随着香港的沦陷而不复存在了。 佐拉本名周树光已入籍台湾近三年, 他说将蔡英文形容为独裁的皇帝不符事实, 而在香港极度恶化的传媒环境下, 亚洲周刊没有胆量也没有空间可以点评习近平的独裁统治。 佐拉说, 佐拉说, 自从2013年习近平主政以来, 系统性的关押了多少反对中共政权的异议人士, 维权律师和新闻工作者, 卢之声进入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张展, 今日被判刑四年, 这类的政治迫害在台湾几乎鲜少听闻。 为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则分析, 亚洲周刊利用了台湾新闻市场的开放性, 逼内部的矛盾为素材, 来为北京政权进行政治宣传。 他说, 这个素材其实是利用了台湾内部的一个差异分化, 就是说台湾内部彼此有多元的意见, 即使是同一个社会有不同的政党, 有蓝绿有同独, 即使是同一个政党里头又有派系, 他根本就是充分利用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多元跟差异,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素材再去做他的政治宣传。 那他的目标当然, 你看他其实就是在讲, 唯一他自己的标题就是威权。 黄赵年说, 台湾绝非一党专政的威权社会, 其竞争性的选举制度, 让各政党都有机会入主中央政府、 立法院和地方政府等机构。 虽然目前民进党在中央政府和立法院全面执政, 但全台22个县市中, 来一首长就占了14个县市, 以任何政治学的定义, 台湾都是一个民主社会。 相较之下, 他说中国和香港才是真正的威权社会。 黄赵年认为, 各种言论和新闻立场在台湾都有其生存策略和市场, 但作为社会公器, 各传媒都应该要尽到社会责任。 他认为亚洲周刊没有尽到媒体的社会责任, 因为其对蔡英文的报道内容, 在最基本的两大新闻准则, 真实性和横平报道上并未打标。 亚洲周刊对蔡英文的报道, 在脸书上收到了近三千则的留言, 正反回馈都有, 明显偏多的支持者称该周刊有胆量, 勇于说出台湾政治现况, 还跟中天电视一样勇敢说真话, 皆真相的监督政府。 而反对者则说其下的独裁定义, 令人玩耳, 也说其模仿外媒的封面, 可谓是话虎不成反类犬。 而有的人则说如果周刊封面的黄袍改成习近平的头, 可能整间出版社都会消失等等。 台湾的新闻和言论市场虽然有越来越走向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但不管是立场偏向民进党的绿媒, 还是立场偏向国民党的蓝媒, 或者是亲中的红媒, 甚至是只能信党的中国官媒。 各类媒体的报道和言论走向即使受到挑战, 也鲜少受到屏蔽或审查, 整体的环境也仍然还是多元开放。 即便是换照失败而被关台的中天电视, 其母公司望中集团, 也仍保有其他电视频道和多个平面报纸, 作为其言论之传播管道。 黄赵年说所有媒体的报道内容都需留在读者去公评, 但为了促进读者的媒体试读能力, 各传媒背后所镶嵌的政兴结构应该充分揭露。 他说亚洲周刊虽非属中共党领的官媒, 但其仍属于中国大外宣的一环。 他分析中国的大外宣工作除了透过宗资和官媒向外扩张外, 另一个模式就是透过亲中的商人, 买下海外媒体,后者的效果往往更好。 所以所谓借船出海的模式, 就是透过所有权的渗透, 例如台湾商人蔡衍宁买下的望中集团, 马来西亚木材大亨张小青的世界华文媒体, 来掌控台湾马来西亚的部分媒体, 以及如亚洲周刊等港媒。 严存沟也批评, 中共利用商人的贪婪, 人格无底线, 以经济利益交换, 收买传媒, 这在香港都已经成为常态。 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 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亲共的传媒, 留下来的都只是原本的自己人, 而那些不问是非, 只磨私利的人了。 创刊于1987年的中文版《亚洲周刊》, 原为美国华纳时代杂志所属的英文版Asia Week之姐妹刊物。 1994年张小青的媒团自华纳时代杂志手中收购《亚洲周刊》后, 去各界评价, 该刊物的立场就渐渐从反共走向亲共, 而早年批判独裁, 支持中国民运, 改革开放和普世价值的立场也已经有所转变。 黄兆年直指望中集团就是北京政权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 而亚洲周刊则是北京政权在台湾的境外协力者, 当望中集团这个在地协力者在台湾的媒体可信度触掉了以后, 亚洲周刊这个境外协力者显然就开始发挥了作用。 他说所有中国大外宣的目的就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那就是贬低民主, 垂捧中国。 黄兆年说, 对全世界他想要去说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 说中国很不错, 威权很不错, 中国模式很不错, 那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其实不太行, 民选政府不值得信任, 民选的政府, 民主政府没有效率等等。 此一政治宣传目标就体现在亚洲周刊对民选蔡英文威权的批判和台湾民主制度的攻击上, 但黄兆年说,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我是凡东宁。 美国国会在1月7号里程在副总统彭斯的主持下, 正式认证由拜登当选总统。 那么特朗普总统随后也通过他的发言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说, 尽管他完全不认同大选的结果, 1月20号的权力交接将有序进行。 自已三早些时候, 部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闯进国会大楼, 迫使国会议员们紧急撤离, 还导致认证程序暂时中断, 警方发射催泪弹, 到国会议员们趴在地上躲避并戴上面罩。 这些画面震惊了全美国, 也引发全世界的关注。 在此之前一天, 则是中共对香港展开规模空前的疯狂大抓捕, 被捕者超过50多人, 包括了前港大教授戴耀廷, 以及多名去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候选人, 都以违反港版国安法,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为由, 遭到逮捕。 其中还包括一名今年已经高龄78岁的 美国籍的人权律师, 关上义John Clancy。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愤怒与震惊, 呼吁立即释放被捕者, 秉承正在考虑对采取拘捕的行动的人进行制裁。 后任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 拜登、哈里斯政府将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反对北京对民主的镇压。 那么中共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对香港再出重手? 美国内部政治的变局, 又将如何影响美中两国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呢? 交警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读。 一位是香港支援会的副主席,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 何律师,欢迎您。 嗨,大家好。 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 您怎么看1月6号发生在美国国会大楼前的情况呢? 昨天发生的情况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的愤怒的爆发, 因为有两个美国,一个体制内的美国,一个是民间的美国, 而特朗普的民间支持率比较高, 但是在体制内受到了主流的反对, 所以这两个美国的搏击的结果在昨天做了一个总爆发, 当然在冲进国会这个行动受了各方面的谴责, 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和平与宪政的国家, 但是这件事情是短时间内就和平落幕, 总得说来这种冲击的程度跟其他国家, 像法官的黄马甲这些运动是不能相提并论, 但这件事给特朗普造成的硬伤, 随后在国会举行的认证过程之中, 几乎议员都在同声谴责暴力, 然后有一些人放弃了对选举人票的挑战, 那么仅有宾州和亚里桑那州受到了挑战和辩论, 所以最后是通过了认证, 那么特朗普的内阔也发生有人辞职的传闻, 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 那么体制内的美国战胜了民间的美国, 那么国会迅速通过了在3点31分早上, 3点41分通过了对拜登的认证, 那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看到可以说各种形式对他不利, 尽管有民间的支持, 因此他一方面表达了他对选举结果的保留,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有序的过渡, 也反映了200多年美国政治民族和宪政的稳定。 那接下来想请教在香港的核军人律师, 有一些人将这个1月6号发生在美国国会山庄前的这个情况, 包括了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这样说跟这个香港2019年这个反送中运动期间, 有个抗争者冲进立法会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相比, 但是也有认为说这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可类比的, 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是怎样看的? 这些人冲进去, 我们觉得可能不同意这个做法,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地说他们是暴徒, 你可能说这个暴力是不对, 但是绝对不是暴徒,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理念,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吗? 他们总是要透过一个方法来表达自己, 所以为什么这些立法会的冲进这些人, 我们重视是不同意他们这个做法, 但是我们是有点理解, 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所谓是暴徒, 所以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香港跟美国不同, 这个美国总的来说有一个民主的体制, 可能它现在还是有点毛病, 要收理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 它整个体制是有一个合法性, 它有自己可以收理的能力, 也有将来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检讨, 但是香港不是, 这个冲进立法会, 它主要不是针对立法会议员, 也因为这个权力不是在立法会哪里, 主要是在这个政府手中, 而且政府之后还有整个北京, 对吗? 所以他们是对这个权力的不服账任第一种抗议,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整个打压, 不单是其一号, 它是整个反送中运动里面的警察的暴力, 是严重的多, 比这个冲进立法会哪里, 所以这个警察暴力就是做成整个社会很大的反感, 很大的仇恨, 这个要好好地用政治的方法来处理, 但是跟美国不同, 美国将来可能还有很多民间的一些反省, 还有很多争论, 但是香港只是高压, 只是抽厚宣战, 只是不停地找到, 也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但还有一点我要说呢,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这些美国国会的跟香港立法会的情况, 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这个警察部门, 是绝对能够预见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那么不做多一点的预防的工作, 如果他做多一点, 可能不会做成这么多人, 冲进这个议会里面, 以至有人死亡, 在香港, 他也是, 我觉得是有意的, 放这些人进去, 那么做成这个论项, 那么他能有其他的目的, 但是我觉得, 相方美国跟香港的, 这个警察部门, 绝对是有能力预防, 预先的, 做好一下他的防壁, 不给人这样的冲进去, 做成这个破坏, 这是我的感觉, 是的, 何律师提出这点, 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这个陈破公司, 要不要稍微简单的回应一下, 因为事实上, 在1月6号, 国会山庄前, 有这个至少, 四人不幸丧生, 也成为了这个北京, 这个拿来做文章的一个焦点, 你怎么看警力的部署这个部分呢? 对, 中国方面, 特别外交部泛人, 故意把这个美国, 有人冲进这个国会大楼这件事情, 跟香港, 在反送中运动中, 有人冲进立法会大楼, 做了一个类比, 那么刚才何先生讲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香港人民, 当时是要争取一个民主制度, 就还没有建立的民主制度, 一个普选的制度, 双普选, 美国是有民主和宪政, 这个本质不同,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 我觉得华春莹, 如果要身搬硬套的话, 它应该比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 当时北京的学生和市民, 没有任何人冲击政府机关, 也没有任何暴力或者是非和平的现象出现, 但是中共就出动了20万正规军坦克, 然后是以大屠杀的方式, 碾压民众, 扫射民众, 然后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民主运动, 那么这回, 美国的情况来说, 以美国的情况, 它就愤怒地爆发, 其实这个在西方国家, 在民主国家并不先见, 有人在游行示威, 在游行示威都采取了过激的行为, 在政治学家的笔下, 甚至说是一种行为艺术, 有人就故意用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那种愤怒, 或者说压抑不住的愤怒的过线, 在民主国家, 实际上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理解, 像法国的马克龙, 他就跟这些人去对话, 黄马甲运动持续一年打砸抢, 甚至半夜都打砸抢, 把商店拉出来打砸抢, 那是非常严重, 但是美国这次在西方, 在民主国家中并不算烈度最高, 至于香港那次, 我们都知道, 除了何律师补充的这个情况以外, 那么香港那次几乎设置了一个空城剂, 警察不仅不作为, 然后当示威者进去之后, 发现根本就没有人, 甚至说有什么一些燃烧弹, 或者从里面扔出来, 或者外面从里面扔进去, 所以说人家充满了诡异, 加上中共的后悔手段, 都很难说那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但是总的说在全世界都看到香港人民的抗争, 大多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但是受到了黑社会的攻击, 白衣人, 还有就是半装的港警, 或者黑警, 或者恶警, 或者是中共变异人民的攻击, 就是一个刺激, 对香港人民的一个刺激, 而香港是激压了二十多年的怒火, 而美国只不过这是选举两个月所激发的怒火, 所有的这些在本质上, 制度上, 形势上都不能类比, 好的, 接下来我想请教在香港的何军元律师, 其实我们就看到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出现关键的这几天当中, 包括佐治亚州的两名联邦参议员的决选, 还有1月6号发生在国会山庄前的情况,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的是在香港发生的情况, 是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大抓捕, 有超过50人被捕, 其中还包括, 因为刚提到我们到美国籍的人权的律师, 官尚议员也是您认识了50多年的朋友, 那么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发生在香港的大抓捕呢? 是这样的,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硬的预料经历, 因为他们主要对这个来期的捉损是有很强烈的意见, 觉得是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期的目的除了要打, 要臭后顺战, 这个打击, 打一切, 我们非常成功的出损, 它主要是透过几期的打压, 来做成这个以后的基础, 来窃销一些人的参选的机格, 还有就是对其他民主派的年轻人被带来很大的政治的压力, 希望将来很多人不跟出来参选, 那么总的来说就是要打垮这个民主派, 为下一次的选举确保他们不会上上一次的这个去议会的选举哪样的毁败, 那么上一次的选举对他们打击很大很大, 我觉得也是做成他们为什么最后这样的下这样大的决心, 要这个杀手就是要用这个国安法来这个操控整个香港, 就是他们现在对整个选举没有信心, 对香港人的人心, 他们知道全对这个中共, 对这个香港这个政府都是背向的, 背向反感的, 所以现在他们主要我觉得就是为了未来的这个选举, 他们做这个手劲。 那么陈破空先说, 像刚才和律师说是为了未来的选举做准备之外,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共选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 反正这么多关键时刻的时候, 对香港再出众手呢? 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 中共在这个时候出手有它内外两个时机, 对外的时机就是趁美国陷入政争, 这个大选的争议, 现在无暇他顾, 特别是这个美国高层的政治力量的角力, 两个阵营, 两个政党的角力, 中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因为在世界上现在管得了中共, 能给中共高层实际的压力和反制的, 也只有美国, 连英国和其他国家都力不能及, 这是一个出手的时机, 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根本反映的是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本质, 那就是实际上是回到毛泽东时代, 回到文革时代, 回到毛泽东的四九年, 回到毛泽东的文革, 就是大迫害大抓捕反攻倒算,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搞了中共建政之后, 完全是违背了对以前被敷的国民党人的承诺, 也违背了对西藏十七条的承诺, 不断地搞政治运动, 什么土改三反无反, 什么土改复查, 或者又是反右, 或者是西藏全面砸烂这个西藏的制度, 全面撕毁十七项协议, 这是毛泽东做的, 他本来就要这么做, 只不过开始他是以某种手段掩护而已, 习近平自认为是毛泽东第二, 所以还学了毛泽东手段, 在文革中毛泽东更够了, 砸烂一切这个手段, 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刚, 现在习近平他们换了一套说法, 叫党领导一切, 所以现在是党领导香港, 那么现在提前的, 不仅把恶法港版管法部署在香港, 而且猛烈的快速的推进国家恐怖主义, 所以在香港的大抓捕大追捕, 是秋后算账, 那也是习近平个人心胸狭隘, 小肚惊, 非常牙齿必豹的个人人格特质的一个表现, 那么他如果秋后算账还没有结束, 他们是一波又一波的抓捕香港人, 企图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来震慑香港, 同时也在震慑国际社会, 中共的潜台词就很明确, 就是香港被他碾压之后, 成为内地的一部分, 他不惜砸烂这个东方之铸, 砸烂一国两制, 对国际社会的叫板, 这个时候对美国发出信号就是, 特朗普政府已经快要卸任, 把他没办法, 而对拜登政府, 那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叫板, 一个叫牌, 意思就是说我就这么干了, 你能怎么样, 他说看着拜登, 他以为会走看着拜登政府比较软弱, 所以在这个时候下手也是一个测试, 像陈破空先生讲, 这不是不但是镇压香港, 也是这个对国际社会叫板, 叫请教和律师了, 因为这当中有个非常指标性的人物,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籍的人权律师, 官尚义, 那么美国国务卿洪佩奥, 就对于这个官尚义被捕呢, 感到震惊, 强调美国决不容忍对于美国公民的任何拘捕和骚扰的行动, 当然蓬佩奥也说这个要呼吁中国能够立即无条件的释放这些背负者, 他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也正在考虑对这些涉及采取拘捕行动的人和实体, 来实施制裁和其他的限制措施, 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对于这个香港这次大抓捕的回应呢? 我相信这个美国政府就是现在他们这个新的总统, 新的领导班子, 我相信他们的政策大概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可能他们会跟这个欧洲有多一点的其他的联盟, 有多一点的合作, 但是基本上我希望他们对香港也是同样的关心, 当然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 就是美国政府跟其他政府的事情, 我们香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些非人能够站稳我们的阵脚, 不要害怕, 还有就是团结我们香港的民间的力量, 把我们的习债的帐範给全世界的知道, 其中香港学校的开放的国际招式, 他们很多人来香港投资, 跟这个奈地也有在香港, 也是很多很多的投资, 奈地也有很多高官的后代都在香港生活, 都非常喜欢香港, 那么如果香港你把我们的体制, 包括我们最珍惜的法治, 都打垮, 把它捣乱, 完全不能在这里平稳, 这个安全的生活, 那么香港就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我们珍惜的一个国际招式,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非常努力,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 有一点很清楚的, 我们不想这个民主派的中间分子, 是非常决心的留在香港, 我们绝对不会离开, 也呼吁其他人, 就是要坚守我们的岗位, 跟民间的团体, 这个团体在一起, 就是现在很多诉讼, 我们都是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机会, 我们都不放弃, 那么当然我们希望海外的还是继续的关注我们, 用各种的方法, 使这个北京会改变, 对香港接应的高压的手段, 事实上包括当然除了何律师在内, 很多香港人都希望这个美国政府换切之后, 接下来的领导班子能够持续对香港的来进行关注, 那么这一次这个发生超过50多人的大抓捕之后呢, 其实率先发生的是后任国务卿布林肯, 他就在声明中强调说, 未来的这个拜登哈里斯政府也会继续的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这个陈佛峰先生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布林肯率先, 对香港的这个大抓捕来进行发生呢? 我想这个拜登即将这个上任的拜登, 他的这个后任国务卿的表态呢, 是一种原则性的表态, 是西方美国欧洲的义贯的立场, 但这个表态呢基本上是一个语言, 说中共在测试中, 他们以为呢可能民主党政府历来是有语言没行动, 因为随后国务卿, 现在的川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特的声明就非常具体, 他不仅谴责了中共的大抓捕, 尤其对中国抓捕这个美国人关上印, 提出说美国政府要考虑对那些实行抓捕行动的人的制裁, 就非常的具体, 那么实际上中共抓捕香港人跟抓捕美国人有不同的意义, 抓捕香港人是他国家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秋后算账, 追杀追赶香港人的一部分, 但是他抓捕美国人实际上是人质外交, 他在美国政府换件事件抓捕一个美国人, 他就迫使新的政府要跟中共去谈判, 那么中共就会借机提出条件, 因为拜登政府肯定会去跟他交涉, 要释放这个美国人, 那中共就趁机在背后提出条件, 那我们中美关系要怎么怎么去调整, 所以这个人质外交他用在加拿大, 用在这个欧洲, 现在又用在美国, 甚至对台湾他也是用这种人质外交, 那何律师, 你怎么看这个刚提到这个人质外交, 是不是打算在这个, 除了是对拜登政府的一个测试, 用香港问题来测试他之外呢, 这个逮捕这个官商议, 这位美籍的人权律师也是最后一个, 未来跟这个拜登政府谈判的算是一个筹码吧, 你怎么看这个逮捕官商议律师, 对于接下来这个美中两国之间, 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扮演哪个角色呢, 何律师, 我相信不但是官商议律师, 可能是很多人在国际上都受到关注的, 包括这个雷津先生, 还有其他人, 这个大又廷等等, 他们都是在国际上很多人都关注他们, 都是希望他们得到这个文明的对待, 不受到打压, 这个我不相信就是一个美国人有这样, 因为他是一个公民有这样大的这个分量, 总的来说香港的民间, 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都是, 很多人都非常重视香港, 很多人都是在香港长期的投资, 不希望香港改变, 变成这个内地的城市一部分, 也不希望香港的法治倒下来, 所以总的这样的反而是更重要, 反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自由, 我不觉得是这样。 那您当不担心说现在美国在进行这个总统换届, 政府换届的时候, 所面临的一轮串的变局, 可能会影响未来美中两国之间, 处理香港问题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觉得, 怎么, 我们是当心没用, 对吗? 现在美国, 他是有他们的这个外交的策略, 有自己的考虑, 以前川普, 也有他的American first的考虑, 也有对这个中共的很多的他们的看法, 也是非常决定他非常有利的外交的政策, 现在拜登, 这个拜登当然是有些看法不同, 但是呢, 他跟这个国际关系上, 跟川普, 他的手法完全不同, 将来会怎么改变,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来说就是, 我觉得香港是得到全世界, 不单是美国, 我看到欧盟, 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国家, 都是重视香港的经济, 重视香港的地位, 为什么国安法通过之后, 很多地方都放弃, 跟这个, 跟香港的所谓这个司法互助的那些条约, 他们都把它搁置了, 因为他觉得香港没有法治了, 如果国安法还是这样的执行的话, 所以这样的可能对这个中国会做成一些压力, 就是他们要想想, 如果你希望香港能够跟其他国际的社会, 跟其他文明的, 这个自由的, 质本主义的国家, 技术的, 能够有一个经济上的, 像以往一样的交往, 那么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改变香港的, 一国两制, 一些最基本的, 它的法治, 跟这个国安法就是影响香港的高度制止, 你不改变, 以这个国安法所带来的, 这样的后果, 那么肯定, 香港是受到很负面的影响, 所以总的来说, 美国这些, 这个政府改变, 这个改变政府, 当然是带来一些变数, 但是总的, 我相信整个世界, 对中国是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这个忧愁, 是不能这样的, 处理香港的问题, 那么陈破公寓中,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 他的任内, 这个跟美中之间的对抗, 形成了整个新冷战的格局, 那么香港是, 被称为是新冷战当中的一个新柏林, 但刚才这个何律师, 也现在提到这个欧盟的情况, 我们知道欧盟已经出现一些变化, 和中国也签订了这个所谓投资协定, 有人说很担心这个香港, 在所谓这个天下围中, 破局之后的命运未来是什么, 不晓得您是怎么分析, 这次欧盟跟中共签订的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是继静主义的极致的样板, 主要是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敲定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利用他, 这个德国是欧盟伦之会主席的最后一天, 12月31号, 也利用他金养教卸任, 这么最后机会, 说给自己创造一个政治遗产, 但是显然是短视的, 因为现在就在香港这个大, 就在签订了中欧协定之后, 中共就在香港大发布, 所以连香港的前任总督彭丽康都呼吁, 那么欧洲应该中断取消跟中共签订的中欧协定, 因为在签订之前出现了波折, 法国就说两个条件, 一个是说中共要进一步开放市场, 另一个是要解决新疆劳动问题, 也就是人权问题, 那么如果欧盟不把这个人权的原则上来签订这个协定的话, 那么对于欧洲是门户中开, 那么就像过去美国所遭受的命运, 就是被中共利用, 被中共所担上面的这个攻击占便宜, 那欧洲也可能被中共占便宜, 但是这个中欧协定还没有最后通过, 还有一两年各个成员国, 还有各个议员都要表决, 我希望欧盟的27个成员国, 有成员国会继续的反对,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包括的议员, 尤其是这个英国现在已经脱欧, 那么单独说来对英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是这个拜登, 他说的是强调跟盟国的团结, 那么跟英国, 跟欧洲的团结能够联合地遏制中共, 而且这个尤其是英美之间的联手非常重要, 那么回头来看说是这个中共在香港这个做法, 他当然是他不仅仅是, 他现在已经不太在乎国际压力, 因为他自己是财大气粗, 对于自己很有钱, 但是于习近平政权的短视和极左就在这里, 他如果已经用国安法在香港搞恐怖高压, 他不应该搞秋后算账, 他本来做一个成熟政治家政客, 应该是用怀柔政策去对待香港, 使香港安定下来, 但是现在不断进攻的方式, 以准战争的进攻方式, 使香港的社会久久不能安定, 使中港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发, 而且使国际上围绕香港问题, 继续跟中共会高度的施压。 好了, 那么美国政局变动, 然后整个国际社会的变化, 究竟我们要怎么思考, 这个未来香港的生存自盗呢, 这两个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先请何俊仁先生。 对, 刚才这个破空讲的很对的, 就是很多将来的改变, 是带着很多互动, 尤其就我相信呢, 就是这个中欧的这个协议, 只是这个起步, 将来他要这个欧盟的国会, 这个决定的话呢, 中间还有很多政治在里面, 尤其解释主要的主导的国家是德国, 这个法国跟这个欧盟的这个秘书长, 其他的意大利很多国家都没有参与, 他们都很有意见, 而且这个人权的问题, 而他的非法劳工的问题等等, 都是没有好好地处理, 所以这样的还是有变数的。 我相信这个中国将来面对这个深的世纪, 尤其美国这个这个这个政府改变之后, 就是我不是解释, 就是川普啊, 他的政策带来很多的改变, 使中国不能够反思, 他以往的这样的外交的政策,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很多互动在里面, 但是香港确实现在是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们将来面对什么, 我们当然是, 是很多人就感到非常悲观, 但是呢, 我们觉得还是没办法, 我们只能是守住在这里, 如果是很多人就觉得要放弃, 而且是完全仇恨的话呢, 那当然是没有, 但是相当也不是全部简单, 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民间社会, 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律师公务会里面, 很多的律师, 大律师都非常有强烈的意志, 要维护香港的法治, 而且我们每天在法庭里面打官司的时候, 都看到年轻一代的律师, 是非常的用心的维护他们的当事人, 而且每一次我们非常感动的, 就是拿到这个记者送给我们, 非常宝贵的一些录像, 那么你知道每一次有什么接口的行动的时候, 很多记者在哪里, 很多人是围观的都拿手机, 他们拿得非常有力的一些证据, 来证明哪些警察的是方言, 哪些人他讲的是精化, 那么使得现在大概是一半的案件, 是得到无罪释放的一个结果, 所以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我们是总的大有希望的。 好,谢谢何律师, 陈伯光先生简单的总结。 对,关于我非常敬佩侯律师为代表的香港民族派的坚守, 那么整个国际制度要关注香港,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民族运动错了之后, 那么香港就危险了, 当中共把香港的一国两制砸烂之后, 可以说整个民族阵营都危险了, 它下部是想武统台湾, 威胁台湾,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威胁, 所以香港是前沿阵地, 整个国际社会要高度的关注香港, 当香港这个桥头保护保的时候, 整个国际防线的这个出现的缺口, 对这个国际社会文明世界的颠覆都非常危险。 好的,感谢陈伯光先生, 也感谢何律仁律师, 两位参加这个节目, 感谢二位。 谢谢。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樊东宁, 祝各位平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五十三名发起和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 经过一日多的扣查之后, 多数已于一月八日上午获得保释, 被捕人士之一, 前立法会议员也是现任民主党副主席的林卓廷, 就告诉本台记者, 香港政府希望借此引发寒蝉效应, 晋升所有支持香港民主的声音, 虽然目前尚未有人被以香港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 但是林卓廷对此人以待保留, 他表示, 现在许多香港人士遭到支撫和起诉, 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与政府不同。 是因为香港现在要检控一个人, 根本不需考虑这个证据的强弱, 而是考虑政治的因素, 所以最终会不会控告这个案件的任何人, 现在都很难说啊。 林卓廷所属的民主党有七位成员被捕, 在香港时间八日早上的记者会上, 林卓廷提到五个月内, 警方已经找上门三次, 就只因为他参加了初选, 都能够成为颠覆政权, 他批评这次的拘捕是荒谬蛮横的打压, 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 疯了。 35家计划的发起人之一, 香港大学法律系的前副教授戴耀廷, 获得保释之后, 告诉现场的记者, 香港进入一个寒冬, 但他相信人会有许多香港人用自己的方式逆风而行。 他在发给媒体的讯息中提到, 现在会关注于法治写作, 并说未来的日子很难判断, 但是他已有最坏的打算。 但是被噤声的似乎不止这53人, 香港媒体立场新闻引述香港电台知情人工的消息指称, 香港广播处长梁家荣, 与官方的香港电台三部门高层开会时, 曾经口头下令, 不能报导或是访问这53名被捕的人, 以免触犯香港国安法。 报导指梁家荣表示, 现在风高浪急, 不知港台何时会面对攻击, 不想要压上港台声誉, 只有被动发生的新闻事件, 才能够报导他们本人。 消息溢出之后, 引发媒体界的一片哗然, 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工会傍晚发表声明, 引述梁家荣澄清自己警示善意提醒制作人员, 应该按先行电台机制谨慎处理, 并非命令下属, 不可以访问相关的被捕人士。 一位不愿之名的香港电台记者就告诉本台, 如果梁家荣是因为担心国安法, 那未免过于忧虑, 他的温馨提示绝对没有必要, 只会引起自我审查的疑虑。 他提到, 我请同事代读。 不知道是不是与他之前已经完成了公职人员的宣誓, 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有关, 也有可能背后有高层政府官员的施压,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按照道理来讲, 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不会贸然下这样的一个指示。 立场新闻指出, 许多记者担心如此的命令会使专题访问进度无法完成, 且造成作业上的困难。 工会在声明中也促行各个部门主管, 不要揣摩上意, 反应过度, 以免导致自我审查变相灭声, 也破坏了专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亲爱的朋友, 针对香港政府日前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拘捕55名泛民主派人士的行动, 包括自由之家, 人权观察和对话中国等35个人权团体发表声明, 批评该实践是对香港民主的全面攻击,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据中央社报道, 这份声明表示, 这场拘捕行动是香港政府通过法律武器, 来破坏香港人的权力和对民主的期望, 我们严正谴责这样的逮捕, 声援那些因行使国际法和香港基本法保障权力而被捕的人, 并要求港府公开承诺不检控他们。 声明指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保证, 港区国安法仅仅针对极小部分的犯罪分子, 港人的正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 但拘捕行动让这种说法不公自破, 港区国安法被用来打击任何尝试维系香港民主的行为。 声明要求北京撤销, 审视和修正港区国安法与符合国际人权的标准, 并尊重民众和平表达和参与政治组织的权利。 声明还强调, 香港公民社会司法独立等光荣传统正在世界的眼前被摧毁, 呼吁国际社会应大声谴责并以实际行动, 让北京知道这种做法会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造成影响。 1月8日, 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华盛顿邮报官网投书直言, 国际社会的不作为是北京摧毁对香港承诺的原因, 除了口头谴责各国也应该强硬反对与中国的投资协议。 在所有反对声音消失前, 北京不会停止对香港的大规模打压, 国际社会应该要认清北京的统治与反对声音没有并存的可能。 罗冠聪呼吁欧洲议会强硬反对投资协议, 展现对抗强权的决心, 并期望即将上任的美国拜登政府继续巩固跨大西洋合作, 透过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 提升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 制衡中共在自由世界的扩张。 此外, 1月6日香港大逮捕事件发生后的当天,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和台湾等地的58个以香港人为主的团体, 也立即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包括记者在内的大批人士当天在香港被捕事件, 并敦促世界各国政府对抗北京的共产党政权。 该声明说, 2021年1月6日, 数十位著名的前民主派议员、政治活动人士、 记者和法律专家, 因为涉嫌违反打击面不断扩大的香港国家安全法而遭到逮捕, 他们被指控在去年预定的立法会选举之前, 参与民主派候选人为更好代表选民所举行的初选, 而涉嫌颠覆罪。 该声明说, 近几个月来, 香港对政治意见的镇压不断升级, 今天由北京当局撑腰的香港政府, 表示他决意消除所有反对生意, 香港将丧失这座城市仅存的言论自由空间, 任何公开批评港府和中国政府的人, 无论国籍到了香港都会受到同样的对待。 听众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 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 也感谢各位收听。 加拿大温哥华支援民主联合会周末放映了 《六四备忘录》和《去何丛》等五部香港电影, 反映着当下香港人的心情。 映后座谈会上, 《六四备忘录》的拍摄导演欧文杰说, 现在的香港处境宛如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遭遇, 在共产党执政下, 企图改变和平反似乎是个很遥远的事情, 但如果忘了初心, 没有坚持, 净况会更糟糕。 我们最希望能在天安门前悼念, 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过去还能在香港维园举行烛光晚会, 但以后还可能吗? 剩下的就只能在海外的我们多做些事情, 让世人勿忘这段历史了。 一名加拿大多年的香港演员李婉华, 对于香港民主自由不复健感到痛心。 他说, 历史是一面镜子, 不懂得以史为鉴的政权不可能长久。 这个政权根本就不懂得反省, 而且变本加厉, 当年的德国就是因为懂得反省, 才会变得更强大, 更文明。 现在的中国政权企图抹黑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需要透过影片和文字记录下来, 让更多人知道。 曾亲眼见证六四天安门情况的时事评论员程翔, 在座谈会上特别提到, 上星期辞世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军长徐晴仙, 他当年拒绝执行调动部队镇压学潮的戒严历, 被开除党籍遭到判刑, 生前长期被软禁。 程翔说, 就是有着许多有良心的人, 才能够撑起中华民族。 这个军人是很有勇气, 第一,他定性六四镇压, 是一个政治性事件, 不是。 他是一个有勇气的军人, 是第一个将六四定义为政治事件的人, 他说这不是打仗, 不能用军队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 不能因此对付人民, 他宁愿被杀头, 也不愿意做历史的罪人, 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他的。 参与六四被忘录电影拍摄的梁国雄, 何俊仁, 陈志全, 黄之锋等民主人士, 都已经被香港当局逮捕。 对于1月6号港府调动上千警察大规模逮捕的行动,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 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港区国安法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及破坏一国两制原则, 声明要求香港及中国当局要尊重港人有不同政治观点, 有不受逮捕和拘禁恐惧的法律权利和自由, 要公平的让不同政治意见的候选人能够参加被推迟的立法会选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号则回应, 中方对有关国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导。 香港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 11月30号远赴丹麦参加活动后, 闪电宣布流亡海外, 因而遭到港府通弃。 香港当局正在调查两名曾经协助许志峰流亡国外的丹麦议员, 甚至要发出国际拘捕令, 试图要求将他们引渡到香港受审。 这一个举动被认为是香港国安法下, 又一个针对外国公民发起的法律行动。 丹麦外交部长柯福德说, 不会同意将国会政治人物引渡到香港。 丹麦议员绝对可以与他们想见的人会面, 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政府会捍卫这个权力。 香港政府扬言追究丹麦绿党议员埃巴伊克 与保守党议员阿米兹波尔, 协助许志峰逃亡的责任, 因为他们以举办环境讨讨论会为理由。 涉嫌发出虚假环保会议邀请函, 邀请许志峰前往丹麦参加, 从而转移了香港警方的注意力, 掩饰许志峰流亡的意图。 12月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丹麦说, 埃巴伊克则指出, 丹麦是民主而不是独裁社会, 政府会毫无疑问地保护其民主权力与人权。 对于协助许志峰潜逃, 他说很高兴曾经帮助他。 阿米兹波尔则在推特上表示, 是香港当局给予许志峰护照让他到丹麦的。 丹麦媒体不会赢, 港府亲中官员侵害丹麦主权, 令人震惊, 港府的举动也触发了香港与丹麦的外交风波。 届时,丹麦最近打破了十多年来对中国的谨慎政策, 丹麦议会于去年12月21日, 以84票赞成, 临票反对,一致通过决议, 公开批评中国在香港侵犯人权。 丹麦议会就涉港问题举行辩论时, 国会议员们表示, 在香港民主权力最近受到限制之后, 他们深切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丹麦自由党发言人奥斯楚普延森指出, 丹麦不是唯一一个对香港提出不同意见的国家。 他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都提出了不同意见, 我们希望美国拜登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毕竟极端不利的发展正在香港发生。 丹麦议会最新采取的强硬政策, 浮显了之前谨小甚为的中国政策。 2009年, 达赖喇嘛到访哥本哈根, 与时任丹麦首相举行非正式会晤, 引发中国与丹麦的外交危机。 为平息北京的不满, 丹麦随即表示, 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反对任何有关藏独的主张。 不过丹麦非常清楚, 他不能独自面对中国。 科福德在议会就表示, 丹麦将通过在捍卫人权方面处于最前线的欧洲联盟来面对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美国国会暴力事件发生后,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冲在第一线, 将此次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示威者进入香港立法会的事件相对比。 接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1月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大家嘲讽。 她说, 当时美国的官员议员媒体对香港用的是什么词, 现在对美国用的又是什么词呢? 华春莹说, 如今美国主流媒体重口一词, 谴责这是暴力事件, 指暴徒极端分子是耻辱的。 但当时他们形容香港示威者, 用的却是美丽的风景线, 且美化成民族英雄。 一位在北京的学者告诉本台,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对美国冲撞国会的事件做了详尽的报道和宣传, 但因为信息的屏蔽与言论审查, 很少有中国人真正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抗议, 因此容易随着中国官方的论述起舞。 这位学者因为安全原因无法居民受访, 以下我请我的同事代读。 中国官方故意混淆两次事件的原因、诉求以及心知, 就比如说歹徒抢劫会破门而入, 消防员救火也会破门而入, 但政治的人不应该把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事相提并论, 更不应该昏为一谈。 前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少兰在推特上写道, 是的,两边都进入立法会, 但是一个是决心为捍卫民主做出牺牲, 另一个则是试图破坏民主。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也发推称, 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对比, 香港的示威者正在为民主与自由的需求而战, 他们冲进了象征专制与政治迫害的象征。 美国乔治成大学亚洲法中心研究员赵斯勒, 也对这种充满逻辑错误, 又仅彰显片面事实的对比法嗤之以鼻。 我觉得他针对的对象和他的诉求来说, 一个人权民主的角度来说, 他的正当性的级别是完全不一样。 美国是一个世界上相对健全程序完整的民主制度, 而香港面对的是两层政府, 一是已经不完全民主的在地议会, 第二则是北京的专制政体。 另外,就诉求而言, 香港的示威者是对反对逃犯条例, 以及争取全民普选而战。 其实跨税营的话, 他有他自己的市场, 就是类似于说在中国国内长期被党国体制教育下的这个民众, 那可能他的关于民主价值或者是民主程序的支持和逻辑, 平时并没有被好好的培养的情况下, 那我就觉得他其实他说的话在国内是有他的市场, 甚至在香港或者在台湾都会有其市场, 甚至可能在别的地方。 落入这个对比谬误里的还有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利普雷, 他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对比图, 把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 与2019年香港支持者占领立法会相提并论, 但这则推文很快受到各方中国观察家的抨击,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咨询顾问葛莱仪在推文下方回应称, 这种类比完全错误失真, 如此偏颇的论述很容易沦为中国大外宣的题材, 真正的记者应该能够区分两者的差异, 如果不懂就去对香港多做点研究, 香港的抗争者从未发动军事政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关心香港发展的人几乎都看过十年, 这部电影拍摄在2015年, 其中包括五个故事, 描绘着十年后的香港,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严厉管控下苦苦挣扎的情形, 十年中的故事方言是由欧文杰指导, 述说着粤语被打压的窘境, 欧文杰非常痛心那么多无辜香港人被逮捕, 没想到一切来得比预期还早, 历史总是遗憾地不断上演着, 就像2009年的新疆七五事件, 维吾尔族要求中国处理工人被打死的事情, 结果却被扣上了恐怖组织作乱的帽子, 后来风平浪静了一段时间, 但之后却有大规模的集中营, 香港也是, 反送中条例当初被撤回, 以为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但后来却出现更大的暴风雨, 先后凭十年极数大招锋赢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 和最佳导演奖的欧文杰, 去年七月匆匆来到加拿大, 原因无他, 因为拥有加拿大籍的妻子担心他被捕, 让他同来加拿大暂时待一段时间, 本计划今年初回香港, 没想到情势只是更糟糕, 他回香港也只能当个近身的乌鸦, 这不是他要的人生, 从事社会运动的我, 一直是个发声者的角色, 如果回到香港, 我还能像过去一样自由地透过影像和文字, 传达自己和社会底层的声音吗? 连说香港需要体制改革, 需要保护粤语文化都不行, 那回香港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不想当个硬生虫, 欧文杰说, 香港国安法影响的不只是香港人, 是全球所有人, 这次大抓捕行动中, 不就有拿着外国护照的公民吗? 这是因为中国要展现威权, 所以不要以为外国护照就是保护伞, 只要你曾批判中国和香港政府, 就可能被盯上, 有一天若你踏上中国香港的土地, 可能会被扣上触犯国安法的罪名, 看看两个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的遭遇就知道, 中国人和加拿大人有什么不同吗? 加拿大人真的被抓了, 沃泰华又能拿中国怎么办呢? 香港已经变了, 但他不舍得完全弃离那片生养他的土地, 所以他在海外依然透过不同方式, 支持香港的草根声音。 身在海外拥有自由发生的我们, 更不应该限缩犹豫, 香港人民有太多苦不得发泄, 如果我们不持续声援, 他们会更补助, 就像当年的六次事件, 在中国土地上逐渐被遗忘, 要不是海外支撑者, 这段历史恐怕很快烟消灭散, 我不希望香港也如此。 他也想提醒所有华人, 中国不是中共, 中国属于中国人, 中华儿女, 不是批评共产党就是不爱国, 真的希望大家都将国家和政权可以分开来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通过岳阳连线表示, 1月6日发生在香港的大抓捕, 很多人会称为港版美丽岛事件, 这一次被抓捕的人数以及涵盖范围超乎大家的想象。 罗冠聪忧行, 香港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之下, 最终可以被判到终身监禁。 对港人而言, 台湾走过白色恐怖历史, 像是百年追求的书中, 许多他们仰望的人物在更艰难的时期, 依然愿意为国家民主自由牺牲奉献, 这些都能让港人在黑暗之中感到动力和支持。 罗冠聪也呼吁台湾政府未来可以让更多香港人获得政治庇护, 相关规定可以更加程序化, 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过增加反渗透的工作, 让中共的统战在台湾难以伸张。 在台湾那些制裁方案也应该要开始启动, 这个是对于香港、在香港那些官员, 在中国那些官员, 可以达到那些主客的作用。 去年也曾参与香港35家民主派立法会初选, 并取得胜选资格的张昆阳, 目前流亡在海外。 他感叹,以国安法为由, 只要参与过香港民主派的初选, 就被冠上颠覆所谓的国家政权, 这是非常荒谬的理由。 张昆阳除了感谢国际社会以及台湾 持续关注香港之外, 也附和罗冠聪日前的呼吁, 欧洲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令人担忧。 同一天,台湾在野的时代力量, 立法院党团总招邱贤智委员 以及副总招陈娇华委员 与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 共同召开临时会速审港澳条例, 强化得港救援机制的记者会。 邱贤智指出, 台湾应该速审港澳条例 第十八条相关条文, 希望能在下周立法院即将召开的 临时会明确排入议程里, 并且就这部分做实质审议。 你没有建立一个明确性的 有可预特性的远港机制的时候, 到时候当大家要来 寻求台湾政府的协助的时候, 被人无所适从嘛, 那只有一个必要的协助, 这个法会办的状况是不清楚的。 邱贤智也希望台湾能增定 港澳条例六十条之一, 启动台版香港人权及民主条款, 禁止违反人权的中共香港高层入境, 并冻结其财产, 对侵害民主与人权的行为, 增加制裁及限制措施, 希望进一步加大力道撑香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